长色白皙 长秋饱满 食指尖尖 这个是典型的女人手 福运是不错的 小指外撇未过三观 小指和子女的缘分比较差一些 食指迅功饱满 财位是非常饱满 财运望 而且稳定 这点从事业线也可以看出来 事业线清晰直上 正直非常的稳定 不会频繁的更换工作 脑线中期的导文 一是为了工作 二是为了爱情 为什么这么说 首先 事业线在守心名堂的位置 出现断开 工作遇到瓶颈 经过短暂的调整之后 后面这一段更加的清晰 所以说事业方面的调整能力 是非常不错的 然后是感情线也出现了小的裂缝 那么一段长时间的恋爱关系 突然终止了 对自己的伤害还是有点大 这两个坎过了之后 人生会变得更加顺畅 但是要注意生命线尾端有三角 和健康线断断续续 提示工作努力的同时要注意身体健康 这个地包天有点明显了 地包天有很多种类型 这个案例当中 女主是地包天的极品 非常不错 面向五官当中 其中某个部位很突出 一定要有肉包裹 比如说犬骨 这个就是下额骨突出 这个形成地包天的格局 但是又有肉包裹 所以说也是极品 另外要说的是 地包天其实是很不错的面向类型 除了和六亲缘分比较浅 这个案例当中 女主晚年绝对是享清福的命 子女孝顺 另外一半也能够白头偕老 虽然额头有点显窄 发际线不平整 早年六亲无缘 但是眉毛上扬有欺视 眼睛传神 卧蚕饱满 盈润 因缘顺畅 贵人多多 印堂平满 山根饱满 脸颊也是有肉 饱满有肉 难得的富贵之相 二十岁之后的运势是一路上扬 这个纹路简单俐落 杂纹少 主纹也是比较清晰深刻 长色红润 是一款上等手相 只是小指外撇 晚年以及子女的缘分稍差一些 这是有原因的 注意到结婚线是靠近小指根部 这已经是很靠上了 姻缘无疑是来的比较晚一些 属于晚婚晚育的一类人 所以说子女还未长大成人 自己已经老了 注定是为子女操劳到老 那么感情线的尾端上翘 也说明这一点 要求比较高 心性高 追求高 一来二去 挑三减四 容易晚婚 个人的成就还是有的 脑线来看 聪明 有能力 能力强 素质高 很多大龄圣女 都是公司高管 现在看来 很多单身都很优秀 事业线也是干脆利落 女强人的典型 都很优秀 都很优秀